看一下爬樹這些資料的話 也可以看到中華民國疆域 在民國元年的時候 那時候約法是說領土為二十二行省 然後內外蒙古、西藏、青海 然後民國三年的話就比較彈心一點 依據從前帝國所有之疆域 然後隨著時間的話 基本上大概是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這些疆域呢 那除了落實的文字呢 有時候呢 就只有在另外一個地方 比較可以看到它的 那除了 那除了我們剛剛所看到 那是比較硬的文字呢 那當然就民國三十八年之後呢 這些故事呢也有不同的發展 那那時候呢 對於這個大陸領土的話呢 最高法院也有類似這樣的文字的判例 就是說它有國家統治權呢 在實際行使上發生部分之困難 司法權之運作亦因此有其事實上之治安 但其人屬故有之疆域 那其上的人民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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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屬於國家之構成員 那自不能以其暫時之淪陷 而變更其法律上之地位 那所以呢我想呢 那所以呢我想呢在 剛剛我從學校過來呢 也路過總統府 那在這個新政府呢 力求對外國家要所謂的正常化呢 那未來呢 這整個這些疆域呢 怎麼樣來處理呢 這個我們還可以看看呢 總統府這些聰明的人呢 怎麼來處理 但是呢